是求函数f of sy 等于 2s 加 3y 加 1 的最小值 我们可以知道 s 的范围在 2 到 5 之间 所以我们等一下求的范围就是在 2 到 5 之间 如果我们让第一条线是 s 加 y 等于 8 第二条线是 s 加 3y 等于 5 我们叫它 L2 那我们可以知道 在 2 之下 假设就是我们先来看 L1 跟 sy 的焦点 2 的情况下 y 得到 6 5 的情况下 y 得到 3 接着我们看 L2 L2 s 等于 2 的情况下 y 得到 1 s 等于 5 的情况下 y 得到 0 那我们把它 画在图形里面 2 6 3 5 5 3 2 6 5 3 连接起来 以及 21 50 连接起来 那 s 等于 2 s 等于 5 连接起来 所以我们要求的是这个四边形 它的端点刚好就是这四个点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目标函数的最大最小值半 带进去就可以 26 得到的是 23 53 得到的是 20 21 得到的是 8 50 得到的是 11 所以在 f 的情况下 会得到最小值 8 2 端点 2 端点